翻看选举公报所见都是以中文书写的证件 过去就有原住民议员和立委提案修法 认为基于尊重原住民族语言和文化权 选举公报应并列原住民族语言书写符号 民进党立委Golas强在立院开议前 提出姓名条例修正草案和选霸法修正草案 到18号为止已经获得超过15位民进党立委联署 认为是推动反歧视重要的一步 让这个国家来承认原住民族的语言 可以文字化并且这个准文字 这个书写系统是可以被核发 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证件里面 我想这个是我们反歧视很重要的第一步 那也是非常实在保存语言 要求政府尊重我们的语言权跟文化权 很具体的做法 候选人证件是否采取罗马拼音并列中文呈现 周选慧过去回应认为实务操作有困难 并表示选霸法民文规定前不已采刑 因此Golas不仅提出 选霸法修法 更提出姓名条例修正草案 增加原住民传统名字 可以使用中文或罗马拼音 如果姓名条例修了 我的身份证上根本没有 古拉斯尤达卡的汉字 只有古拉斯尤达卡的拼音文字 那选举公报上 他必须依照我的身份证登记 选举公报上甚至没有 谁先谁后的问题 选举公报上只会有我的原住民族的拼音文字 修正姓名条例让族人在传统名字书写 选择上有更大空间 国民党立委也表示赞同 就不要写中文字的 史拉卡照的那个拼音 直接就写 直接就写罗马拼音的史拉卡照 由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决定 所以如果传统名字直接用罗马拼音来书写 这个是可以支持的 另一位古拉斯认为 修正姓名条例和选霸法 技术层面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原住民族语言书写符号 可以合法出现在各样证件和公文上 才能够表现国家对原住民族语言的尊重 这只要报陆伦立法院采访报道